好冷啊 Oh my God 好冷啊 如果说六位的Tofino旅行是为了庆祝30岁的生日的话 那么七月份便只是想找个偏僻的地方安静地待上几天 这次我们选择了温哥华岛南部的一片远离城市的海滩 从温哥华做轮渡到维多利亚以后 还需要沿着海开两个多小时才能到 临走之前旅店老板告诉我们说 当地只有一个小小的杂货店 所以我们趁着路过维多利亚买了好多食材 为接下来的四天做准备 想做一些海鲜和一些水煮的汤比较健康 我们到了我们的宿舍 今天天气特别好 是我们喜欢的天气 找到了我们的宿舍 就在这里 Number 2 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信号 然后今天的天特别乌 然后都是森林 然后旁边就是海 我现在已经很迫不及待去看我们这个小木屋的感觉了 就是面对着海还有一个hot tub 这次住的地方是一排远离城市的海边小木屋 能充分融入大自然 当初选择它是因为它有一个面朝大海的大露台 远远就能看到对面的美国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当然是没雾的时候 最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个户外的私人浴缸 这也太疗愈了吧 这是什么神仙景色 我的天哪 哇 现在被我最喜欢的雾包围着 我就是叫雾 我叫做雾 我真的是叫雾 这次的旅行完全没有任何计划 反正有四天时间来探索这一片地方 好好享受旅行就好 我刚刚捡到了一颗石头 是不是很美 它说它想跟我回家 之前在网上看到Sankup Beach 有一处海边的小瀑布 不过到了 才发现原来应该有三条的瀑布 在这枯水季节变成了两条 天气一般也拍不出什么好照片 那就当做散散步吧 临时在Google地图上发现了一个lighthouse 那就去看看呗 我们现在在这个lighthouse 我要来看看这个lighthouse的方向到底是哪里 看这里能不能拍银河或是日落之类的 所以只是来踩个点 因为是广角呗 很美 这里可以拍银河 其实如果天气好的话 感觉很棒 因为没有人 就只有我们俩 在这里跑来跑去 因为很冷 我们只能靠跑步取暖 我们现在要赶着去买东西 然后去跟朋友吃饭 我们要买firewood和两个杯子 因为我们坐的地方的位置都很脏 然后我们也没有带购自己的杯子 听说过旅游的时候临时买玻璃杯的吗 就是我了 有些小伙伴明明都住在温哥华 平时开车有就半小时的距离 不过还能在这种偏远的山区遇到 还真有一种海内存知己的错觉呢 是沙子吗 还是芝麻 感觉很像沙子 但是它很干很奇怪 很干很奇怪 大安的心 Good morning 今天早上一坐起来就望了一眼 正对面的海 就是雾蒙蒙的 然后是白白的一片 觉得好舒服好宁静 然后早上起来看到了角落这棵树 这棵树的名字叫Naomi 因为觉得它特别好看 然后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它也会帮我们守着我们的家 昨天泡澡也一直在跟Naomi讲话 早上一起来就可以走出屋子 就能闻到海 加上森林的味道 觉得很舒服 今天因为昨天看到Shirley那个镇子里 有一个Sunday Market 所以等会我们就去看一下Market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菁仔吃 啊 你吃东西怎么这么危险的啊 菁仔吃早餐都是有点惊悚 如果它对面你可能要戴个头盔 不然你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把食物 飞到你的脸上 每次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 我们都很喜欢去参观当地的小集市 因为在这些地方有很多当地的艺术家和艺术品 也能感受感受当地的氛围 当然也可以顺便买点土特产回去 今天买了好多哦 然后买了一个蜡烛 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 这个也很可爱 都装满了 GEM 这个GEM只要三块钱 也太便宜了 然后那个老奶奶做的那个咖啡杯 保温或者是干嘛的那种杯 然后她就一直做那打毛线 然后这个也很可爱 这个只要五块钱哦 这个小巷 就是那种萌萌的 因为感觉她也是初学 然后她又被打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我就很喜欢这种不是特别完美 但是很可爱 那这个只要五块 我发现只要我给别人赞美 他们都会很开心 然后就一直在 在疯狂地表扬大家 令人触动的一点是 小镇的居民也特别特别地热情和健谈 笑容也能给人满满的能量 回家呢 oooops 掉头掉头掉头 掉头掉头 掉头掉头 我刚才有开尿泡 有点咸 它这个肉有点咸 外出旅行 自己冲煮的咖啡肯定不能少 不过这次是因为家里豆子太多 要喝不完了 每天用心为自己做一杯手冲 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下午我们就宅在旅店里工作了 真是惊艳啊 我的炉会就要冻死了 今天吃过饭我们就在家里剪片 就是都在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觉得很困 于是我就去睡了一会儿 结果这一会儿就睡到了6点 又敢吃饭了 这个鸡胸肉特别好吃 其实烤得火候也还不错 刚刚好 然后我扫了一点siracha siracha真的是神奇 我觉得以后去哪儿我得要带着它 接下来的时间 去了个不怎么好玩的海滩散步 晚上靠着温暖的壁炉 静静地看书 真的觉得好幸福 现在我们要去那家特别有名的餐厅叫 Sirley Delicious 我们现在刚出门 然后前面有一只小动物趴着在等我们 它还在吐蛇头呢 是地底怕蛇 大家都知道我怕蛇 sirley Delicious serley delicious 是我们在Google上查到的一家 本地评价特别高的餐厅 于是我们就慕名而来吃个早饭 我觉得他们家的咖啡和吃的也绝对比 einfach cappuccino奶泡有点硬 论早餐还是更怀念Tofino 吃饱喝足了 我们现在要去走个trail 叫Sombro Beach 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小瀑布 好像还蛮网红的 我们去看一下吧 走了呗 没什么要做的 这么大个镜头 这么有灰 我们现在到了Sombro Beach 这边感觉两块很多 然后树上的那些青苔 都是长得密密麻麻的 Let's go 过桥了 毫不夸张地说 Sombro Beach那个隐秘的小瀑布 是我们这次旅行 最令我惊喜的地方 穿越丛林来到海滩以后 还需要沿着海 走十几分钟才能看到 这个海滩真的还蛮大的 然后那个隐藏的那个waterfall 它也没有在地图上面标 可是这边又完全没有行好 所以找了一圈 我就只能问人了 瀑布的入口是一片小溪流 从远处看上去 根本想不到里面 还有这样一条林荫小路 这条路好酷哦 就像被树枝盖得严严实实的一条小路 就是穿梭在这种小洞洞里 觉得特别凉快 感觉很酷 好滑呀 真的好滑呀 我们现在要换鞋才能走进去 因为太湿了 好冷啊 这个地方你要不然就穿一些特别厚防水的鞋 要不然就像水里一样打个视角 但是让它好冷 它说 好美呀 每一步都不都摆了啥 好像是巨痛的 然后水还特别冰 我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太多我的脚的温度 但就是脚底很厚 不过so worth it 真的很美 我来换个镜头继续拍 我的脚 晾完晾干脚就可以穿袜子 然后回去了 全迷于自己的摄影 无可自拔 这个地方真的还蛮好玩的 会有一种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错误 我们回车里吧 其实很久都没有拿起相机拍照了 但是每一次专注在自己的摄影里 总能让我觉得很愉悦 现在摄影的意图已经慢慢地回归单纯 只想好好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已经走了一公里了 这个地方 它的地貌跟其他的 全我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它的所有的树根 都暴露在土壤的上面 我们就一直走在这种 叫什么盘什么交错呀 根 海滩上有许多海浪侵蚀形成的岩洞 刚好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自娱自乐的地方 回家好好清空了冰箱里的食材 做了这次旅行的最后一顿晚餐 趁天色还早 抓紧时间 最后享受一下大浴缸 在大自然里走了一整天 在吃饱了饭洗个澡 天也很晚 现在的光线也是黄黄 觉得特别美 泡在浴缸里觉得真的是太幸福了 这家店特别酷的呀 是它的火炉上面 放了很多很多别人手写的贝壳 然后这些贝壳或者是木头上面 写的都是之前来这个旅店住的人 他们可能当时的状态吧 我在海边捡了一块小木头 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写上现在这个状态 但是以后你也来这间酒店 发现了这个pieces的话呢 欢迎来找我领奖 我们现在要出去拍银河了 现在是晚上12点 去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看能不能够就是开出这个雾的地方 看能不能看到银河 有点拼啊 我们去看看吧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一颗星星都没有 我们回家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三天的行程 现在要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 我要去跟我的奈奥米说再见 谢谢奈奥米这几天陪我们哟 后悔有期了 我好帅哦 哇好帅哦